你好 我姓王名父親 是美國世界日報 2020年12月出版的新書 鬼手來死路與美舒淮的作者 個人出生於中國南京 一歲半時就由父母帶領 這個政府到了台灣 先後定居於南部的嘉義縣 與中部的台中縣市 完成了由小學到中學的 到大學的全部學習 再復完一年一冠玉後到了美國 先後在猶他州的小三層 與紐約市的學校 完成了碩士和博士學位 並成了家 第一份工作 在佛羅里達州的邁阿密市 待了三年半 就轉往加州北部的西部工作 創業直到退休 在這七十來年的歲月中 逼人有幸 經歷了沒有戰亂的和平時代 接觸過妻離子散 流落在台灣的親友 與強陣來台的外省老兵 渡過了修行戒嚴法下的國民政府統治 白美後 由一個窮學生 到如今安逸的退休生活 先後在美中 美東美南跟美西區居住 見識過美國的大小城市 各社人種 上中下各階層人民的生活 不同地區的風土人情 與政治制度 也有幸遊歷了美歐亞三周的風景 與名勝古蹟 回望過去的日子 促成了本書的誕生 這本書是個人從成長、求學、就業、成家 到退休後的首見、首文、首詩的雜跡 主要以散文為主 根據年代新後分為 生活篇、旅遊篇、感事篇與政治篇 另有詩詞篇38首 全書共計190頁 生活篇有9篇散文 前五篇寫的是在台灣不同時期的生活經歷 後十篇則是到美國後的生活經歷與感觸 南美近五十年 美中、台、三地都有很大的變化 在美國個人也曾參加了 三次與兩岸政治有關的抗議活動 旅遊篇以近十年來有感觸的活動為主 和大學畢業後的首次同學會 退役後四十年 回訪福義時的馬祖駐地 與參訪地下人仇 卻編造國父民樂的新加坡民主國共三篇 感事篇是過去七十多年間 作者遊走美中、台、三地 所看到各個層面的想法與意見 也有從歷史與科具觀點 看當今社會與政治現象 共八篇 政治篇是作者以筆名細言 先後發表於美國世界日報 評論台灣政治人物與世界的文章 共六篇 四次篇是作者在生活中 經歷過各式活動 與對新聞媒體報道 有感而發的涂鴉之作 有觀景和抒發感情 有政治諷刺性打油絲 有對歷史事件人物的評論 也有人身短暫的感觸 共三十八首 為首過去七十多年 雖然大部分的時間都在美國度過 然而身為華裔 出生於中國 成長於做教育與台灣 因此對於中美、台、三地 之間的有關聯信息 多機會關注 中國大陸早年在毛共主導下 高壓專制統治了近三十年後 逐漸的轉而改革開放 慢慢的走向經濟繁榮 人民富裕 進而邁進了世界的強國之列 內戰失敗 撤走台灣的國民政府 當兩百萬殘兵退降 與大陸各省市難民 蜂擁台灣時 社會的治安 與財務方面的困難 可想而知 然而由於蔣氏父子 忍辱負重的領導 中華民國重新地 在風雨飄游中佔立得起來 並且在不到四十年 就建設台灣成為 亞洲四小龍之首 個人有幸在台灣度過了 1949到1971年的成長歲月 藉由寫下一些個人 在此期間的經歷 來見證當時台灣的社會 生活與發展經歷 旅行美國的四十多年間 由留學生到就業 結婚成家到發展事業 直到退休 歷經美國的猶他州 到東部紐約市 南部邁阿密市 在西遷北部被加州矽谷 與美國各社人種的往來 對於美國各地的種族 事物文化與地理環境 算是有了一些認識 美國在二戰結束後 由於世界其他國家 遭受戰爭的破壞 經濟的凋謝與工業的摧毀 造成了美國的國力達到巔峰 在矽谷居住的四十年間 個人有幸見證了 美國電子企業的興衰交替 青年才俊的創業艱辛與一夕自負的傳奇 隨著世界各國的經濟復甦與工業起飛的時期 美國以世界警察自居 在經歷過韓戰、越戰、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消滅伊斯坦國戰爭等等 美國的影響力與整體國力逐漸下降 一些政客認不清此一事實 在國際事實上 融入既往 我行我素 損害了美國的國家信譽 造成世界大國間的緊張起居士 攪動了全球經濟的震盪不穩 個人的一些觀察與見解 也在此書有所琢磨 中國大陸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 各項經濟建設與國防軍力的發展 都有了長足的進步 中國的百姓在生活方面 確實有了很大的改進 然而他們的行為 擁有很多不文明的表現 人民生活的貧富懸殊 與政府官員的貪污腐化 都很嚴重 中國與鄰近國家的領土糾紛 也一再被國際放大與渲染 加上美國傳統的主宰太平洋地區 中國國力的發展 改變了從近岸防禦到深海防衛 自然與美國的傳統勢力發生衝突 本書也將談談個人對中美關係的發展與看法 莫料個人必須深切的感謝與懷念 生我與我提供完整教育機會的父母親 王年鼎先生與倪純英女士 他們把我從烽火連天的中國大陸 帶來台灣 讓我在物資缺乏的五十年代 得以健康成長 繼而完成各級學位 並在美國有意完美幸福的家庭 我的妻子夏油豬女士 與我結婚四十五年 一物走來相夫教子 無怨無悔 確實幸運與感謝 臣民美國世界日報協助編輯出版本書 在此一併致謝 再見 再見